草地上捉到一只小毛驴 捏着里面很松软 一拉还能变很长 把它打开 在里面找到了一个金色小毛驴 带它去小卖部换点东西 妈呀 从来没见过金色的小毛驴 我太喜欢了 那能给我多换点东西吗 可以给你一整个蛋仔卡片 再送两个蛋仔盲盒 一个蛋仔花宝 哇 这换得太值了吧 宝贝们 在小卖上回来了 咱们来上了 这一整个蛋仔卡片 你吃了多少好卡 好嘞 直接一次剪开了 把咱们全都剪开 咱们吃了吧 看有多少好卡啊 一张SR卡 一张SR卡 哇 一张SSR卡 土山骨面 SR卡 一张SR卡 安宁卡 SR卡 SR卡 好像隔壁上就一张SR卡 SR卡 SR卡 又SR卡 哦 好像是SR卡 躺心蛋总 安宁卡 SR卡 这个刚有过 又SR卡 安宁卡 SR卡 超级 他最后一张 小蜂尺 小蜂尺 两张SR卡 飞玉如意 SR卡 哇 UR卡 现光眼镜 这个也是SR卡 SR卡 UR卡 哇 这个是UR卡 这个好强哦 这个是绿龙名秀 不错不错 最后一张SR卡 这个马卡龙 你给我看到五大好卡 那这个最好 接着来看蛋蛋王河的 点盒子起开 看我们的领藏卡 原来是个红色的 这是哪一个呀 它蛮漂亮的 免得到了眼睛 头上还有一朵小黄花 还穿着一身粉粉的衣服 这个是贵族少女 没有什么的领藏卡 下一盒 这个会不会是领藏卡呢 黑色的 黑色的是什么呀 哇 这个第一个有点像 它等着带的好像个皇冠吧 它穿的是个黑色的衣服 还像得有金边 你看就是一个艺术家 后来就还是一个蛋蛋挖宝了 看它能挖出什么 先看看里面什么东西 既然有个钥匙面 一套挖宝工具 还有一个挖宝手画 看完 什么东西 这么快就挖到了 好像是个红色的 感觉还有一边是碗的 还有绿色 这个是什么呀 哇 出来了 好像是个小蛋仔 这什么蛋仔呀 我怎么看着一个像魔术鹰 有意思的吗 我们先来挖 这个快挖完了 怎么还没挖到呀 这里面就挖到这几个了 挂上挂电 很上挂电